为让社区村民们有一个愉快的元宵佳节 古宁头社区号召志工伙伴齐聚搓汤圆 同时邀请古宁国小低年级学童体验搓汤圆 了解这项长年以来的传统习俗 也在志工伙伴们的合作之下 让社区村民们品尝汤圆过一个愉快的元宵节 为了元宵当天晚上的盛宴 古宁头社区志工婆婆妈妈们 就在当天下午社区活动中心忙进忙出 参与的志工几乎都是阿嬷等级 但别看他们年纪大 搓起汤圆的技术可不是盖的 也让来体验的古宁国小学童大开眼界 预估大家大概大小多少 太大就麻烦 太大捏小一点 因为代表团圆 在家里有没有搓过 没有都是买的 今天是第一次搓吗还是 第一次 好玩吗 蛮好玩的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阿嬷怎么教你 阿嬷就教我们先把它搓成长条 然后再一截一截把它搓圆 那你搓的大小有一样吗 不知道有些比较大 想不想就是说可以吃到自己搓的汤圆 想 喜欢吃汤圆吗 喜欢 阿嬷教我们搓汤圆的方法 就是先把一块一块的汤圆搓成长条形 这再剥一小块 用手掌的掌心搓 不用太大力 阿这家里有跟妈妈还是阿嬷搓过汤圆吗 都没有 都没有 阿觉得这样子的体验好不好玩 好玩 阿想不想吃到自己搓的汤圆 想 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甜的 在阿嬷的指导之下 学生们进行搓汤圆初体验 并在校长老师的解说之下 了解元宵节的典故 社区志工队长也表示 虽然因为疫情影响 庆祝的规模缩小 但元宵佳节村民聚在一起 吃汤圆 拿到联系情谊的目的 古龙头社区主要是在庆祝我们一年一度的元宵节 那刚好今天是正列十五 邀请我们社区里面的志工妈妈们 一起来抽汤圆 邀请我们古龙国小的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顺便再传奇我们固有的一个民俗 这个节日 那今天我们整个社区都动起来了 所有的妈妈们都来参与这个抽汤圆的一个活动 那晚上我们就这个社区会邀请我们这个整个社区的大小朋友 一起来共襄圣集 元宵节吃汤圆提灯笼庆元宵 在这天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汤圆 暖心又暖胃 也让婆婆妈妈们辛苦准备有了最大的回馈 给大家感觉